哈囉 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時間過得很快啊 去年差不多在這個時候 我們有做了一支挑選日曆的影片 那在那個時候啊 放眼整個網路平台 至少是有二三十種 各種不同風格的日曆在其中 而且整體看下來啊 有非常多款日曆 顏值和實用度都相當高 那像這樣子每天撕一張日曆的行為 真的是非常有儀式感 所以呢 我們今年 同樣是利用這個挑選日曆的機會呢 來好好的看一下 我們明年會使用什麼樣的日曆 今年截至九月的日曆 戰況會是如何呢 馬上來一起看看吧 那因為今年的日曆品項 非常的多 我可以說是一個盛況空前 到了一個幾乎是大戰的等級了 所以我們在介紹這些日曆的時候呢 我們大致會分成幾個類別 我寫的這一年 首寫造字力 先來看到我目前覺得 今年最特別的日曆登場了 它是利用每一天不同的主題 讓你寫下這些主題裡面的關鍵字 等你一年寫滿拿 搭配手機APP 可以把這些個人字機拍下來保存 還可以變成一套專屬的電腦字體 以後發圖文搭配什麼字 都可以使用自己的版本哦 雖然它的價格相對是比較貴的 但相信扎實的使用完一年之後 會特別的有成就感 小茉莉 2023書法水墨學習日曆 如果你怕字寫的不好看 可以看看這一本 這一款小茉莉 是要利用一年的時間 要我們練習學好四種字體 所以這每一頁會有寫自己的用具 書寫技巧 還有書法的相關知識 功能性是蠻強的 它是採用適合書寫的倒鈴紙 還有配備支架 可以依照個人需求來決定要不要使用 2023許暖利 自戀好之後 可以書寫一些名言家具啦 許暖利這個品牌賣入第四年 在IG上面 很常看到有人在使用 它每一頁配置都很基本簡單 像是時間 日期 還有遺跡事項 再搭配溫暖的美麗五路 不管是要鼓勵自己 還是說你想要發文 那裡面的文具內容都可以取經 它其中也會有幾天是彩頁的呈現 和三色外殼一樣 都是不落俗套的美 獨立書店2023 即將迎接第五年的獨立書店 這次主題我非常喜歡 是 當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一首歌 會讓人想到之前Bob Dylan獲獎 感覺很有深度對吧 我們先看外觀 分別是橘色和綠色 還有白墨的聲波異像在這裡 無論是外觀還是內部的排版 都和過去一樣 走一種簡潔氣質的風格 文字內容 這次是台灣作家的選句 還有歌詞 下方一樣會搭配每天不同的hashtag 有底座可以擺放展示哦 2023黃金名言日曆 這本日曆是用365位詩人 文學家 科學家 還有世界領袖 以及各界的精英 搭配365具名言家畫所組成的 它每一頁的畫作 都具有寫實派的美感 這種名言語錄式的日曆 除了可以幫助我們心靈更充實 也可以成為我們在社群發文的靈感來源 冥想重念日曆 這本日曆的顏色和圖樣搭配很有質感 單頁撕下來也很適合拿來平貼 這本是經由瑜伽進化法的單點凌視法 來當成這些色塊還有點點的發響概念 讓大家持續的注視某一個點 配合呼吸 可以進入到一個冥想的狀態 同時再附帶一些正面的小知識 那這本日曆針對的心靈的平靜設計 特別是這一種莫蘭迪風格的顏色搭配 相當迷人 今日以小聊2023星座日曆 小魚星座的用詞一直都是很有趣的 這次重點是自我安慰,重新play 排版就是這一種簡約的風格 內容會有新作的分析 或是針對桃花、貴人的小任務 還加上一些毒雞湯類型的語錄 用很中肯的方式來為大家醍醐灌頂 它可以站在底座上面 也可以吊掛欣賞 2023超夜日曆 這本日曆整體的版面是用白色做搭配 和冷靜深層的藍色系勾勒 加上夕陽旗為主體 營造一種高端大氣的感覺 內容是蒐集了超過300位商業人士的語錄 還有對事情的看法等等 掃QR Code 可以聽到他們的故事喔 那旁邊還有貼心的小沛寶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贏得客戶的心 傳遞出一種勵志、正能量的感覺 2023社畜母堂日曆 這本是把石虎、台灣藍雀等等四種保育類動物 擬人化來當成主角 用可愛揮寫的方式 一起來感受社畜們生活很累 卻不敢提離職的這一種日常生活 那內容除了是有顏色飽滿的Q版角色插畫之外 還有職場遺跡或者是社畜的內心畫 當然也少不了毒雞湯 應該可以和上班族們產生很棒的共鳴喔 那這本日曆的尺寸偏秀真 有專屬支架可以讓它展立 2023兔兔高生貓日曆 虎年是虎虎生風 這一次是兔兔高生 但是這兩種動物都不是主角 主角還是可愛的貓咪 那12個月會有12隻貓 依照不同的季節和施令 有不同的元素 搭配12段貓咪故事 或者是貓咪的相關知識 這些貓咪的圖案還可以快速翻頁 變成可愛的小動畫 非常具有巧思 那我覺得最可愛的地方 是它的貓咪、兔子 都好像立體的公仔喔 我覺得如果可以全部實體化 出一些扭蛋或是玩具 我會非常想蒐集 喵兔Q生活蒙日曆 同樣是貓咪和兔子的結合 這款日曆的尺寸又更受真一點了 整體是走一種卡通簡約的漫畫風格 用你人畫的貓咪和兔子 來演繹每一天的生活 那它旁邊還會搭配那一種 以前在我們一種飲料風模上 很常看到的冷笑話問答 走一種比較輕鬆活潑的路線 這本特別的日曆是以男性的器官為主體的 不管是什麼動物、植物、食品 都可以變身成這種器官的模樣 內文除了有比較輕鬆的文字敘述之外 也會搭配器官的相關知識 整體來看它的尺度其實不會太過分 因為搭配了可愛 而且非常有特色的插畫 反而會用俏皮的詭諧來定義它 2023 國際觀察力 去年這個品牌 在我周圍有蠻多朋友都有購買的 算是人氣很高的一款日曆 這次的模式同樣是一天介紹一個國家 但文字的敘述變多了 標榜是全部總共超過10萬字 還以後疫情時代以及惡物戰爭、通膨 還有能源危機等時事的主題 當成嵌入點 星期天還會有比較輕鬆的國旗故事 排版和設計一樣是簡單明了 我會推薦想了解國際議題 但平常沒有很多時間閱讀相關報導的人 他可以當成一種知識的懶人包 來吸收新知 每天都想使日曆 所謂觀金一見古 了解當今社會和國際脈動同時 你可以借鑒過去的歷史 這本日曆每一天都會用簡短文字 告訴大家過去的今天 曾經有發生過什麼樣的歷史事件 而且它的插畫風格 在今年的日曆大展當中非常罕見 整體色調帶有復古感 我覺得日曆的整體是每天看都不會看你的氛圍喔 相對於其他日曆來看 它的尺寸比較小一點點 啟動戰、運動員日曆 這本日曆可以佔也提供吊環可以吊掛 主要的配色是這種比較活潑的對比色系 版面配置和圖樣的選擇都蠻簡潔的 它是以一個星期為單位 選出50個體育項目來做介紹 內容是包含了運動員的故事 他們的座右銘 還有運動競賽規則這種專業資訊 傳遞了非常健康的相關知識 這個品牌去年也有出喔 這一回更是一次出兩款啊 先來看這一本萬年曆 盒子和本子可以獨立佔好 圖樣和排版用色都很可愛 這裡面集結了140多種的蔬菜 70多種的水果 還有40多種的辛香料茶花 以及食材們的相關知識 而且是雙語並進喔 很多我們無法講出英文的蔬果 可以在這個彷彿是小百科的日曆裡面找到 這一本和萬年曆是同樣的尺寸 不過呢它是滿版的插畫 每一天提供一種食材的營養知識 比方啊這種食物 它進入到人體之後 會轉化成什麼樣的營養素 可以對應什麼樣的病症啊 或促進什麼樣的機能運作 我本來想說這種食令的主題 可能是很難炒出新的菜色 但是這兩本的表現啊 還是一點也不讓人失望 這款日曆已經是第二年出版了 它是用精緻的插畫來呈現不同藥材 旁邊還會搭配簡單的文字 讓大家可以了解中藥材的性味、歸經 還有一些文件典故和歷史故事 經過一陣子的藥材認識 還可以慢慢拼湊成集鐵中藥的藥方 在特殊節慶還會有不一樣的插畫哦 內夜市選用了270匹的立文紙 每一張一撕下來就是精美的明信片 五金行日曆 要講設計啊就不能忘記五金行日曆 這是品牌的第六本日曆了 它可以掛牆壁 也可以放在日曆架上面 你看它的幾何色塊搭配 是不是很潮流又很青春啊 重點是這麼繽紛卻完全不俗氣 這些圖樣絕對可以帶給你延伸的靈感 根本就是美感營造的寶庫 而它使用的紙材很像傳統日曆 還標榜是市面上唯一全手工裝正的手絲日曆 老派生活日曆 好我們先來恭喜它五歲生日 它的素材是從1914年到1990年的老報紙當中 找尋圖文、廣告 甚至是珍貴的新聞素材、歷史資料等內容 讓老資料有了新生命 這次的配色是RGB、紅綠藍三原色為主 配合了使令、節氣 分成46個懷舊主題 而且還有收錄台灣早期的音樂資料 您只要掃QR Code就可以收聽了 和過去幾年一樣很用心 也充分展現出老派系列專屬的質感 日之遊影2023 這一本是全台灣第一本電影主題的日曆 尺寸很特別喔 想營造出電影黑盒子的概念 還有和12位插畫家合作會圖 邀請超過100位的電影人、影評、作家來書寫文字 內容是對於電影的感受和體會 還會有小小的電影彩蛋 這一本每一頁的設計都可以獨立成一幅畫 這樣子氛圍感還有細膩感十足的設計 真的非常的吸引人 一羽有花推出的日曆 前年那一本超級美的 但是我錯過了 這次帶大家看看它氣質有多好 這本日曆每天都會有一張凋零中的植物照片 搭配簡單的小短語 排版很簡約也非常優雅 所謂的凋零不是單講枯萎 是要呈現植物不同的生命階段 就好像是人也會有生老病死一樣 這個主題所帶出的意義啊 把層次拉得很高 從植物對應到人生 來經歷每一次的圓起圓面 2023 輕旅行手撕桌裏 這本是網紅凡青的設計作品 排版很簡單清晰 除了基本的日期之外啊 結合了50個國家的風景或美食圖片 每個月還主打不同的旅行交通工具 最特別的是 每天有土味情話可以看 欸 要想365句真的是很燒腦欸 你也可以看看裡面的內容 當成以後選擇旅遊地點的參考 2023 世界島嶼地圖曆 這本不是日曆而是週曆 但我私心想要推薦一下 因為他們去年推出聊日系的 美好日子插畫日曆 今年一樣是走這個風格 整本充滿顏色溫暖飽和的插畫 每個星期帶你到一座島嶼旅行 而且它不只是有地圖力的本體 還搭配了知識小本本 裡面介紹了島嶼的文化和環境 值得一提的是 它有雙絲線的設計 所以可以單獨保存地圖 非常貼心 那雖然前面的日曆已經非常多元又豐富了 但其實我搜集到的美好日曆 還有好幾款耶 可惜做影片的當下還沒有上線 沒有辦法和大家一起來看看詳細內容 不過呢 我們還是列出了這幾天會陸續推出的好貨 給大家更多的參考選擇 星象日曆 共識曆 唐國師的年度大作 預計28號會上架募資 去年創下日曆的集資金額 還有贊助人次最高的紀錄 不曉得2023年 唐國師會和大家有什麼樣的星座對話呢 品味思主力 畢竟是29號上架的品味思主力 是以台灣之最的概念來探索台灣 曼曼日曆 主推日常的曼活提案 走廊日系的圖文呈現風格 2023親子日曆 去年也有出的親子日曆 今年主打親子同樂 還有解答親子難題 醉得有禮 酒醉日曆 用隨性時尚的插畫搭配手寫字 告訴大家調酒的小故事 2023 love you too 甜點日曆 手繪插畫還有24道食譜 邁向甜品小達人的道路前進吧 立刻聞香 利用文字和圖樣來描繪塑嘴上的香味 主要還會提供精柔的相關知識喔 2023芳香力 收入天然的芳香醫藥知識 還有植物的氣味、功能以及經典名言呈現 上班情緒花草茶力 以日曆的形式搭配花草茶 這種呈現方式非常的別出心裁耶 2023窩窩日曆 一夜長大動物日曆 預計27號上架的可愛日曆 讓你瞭解到各種動物小時候 還有長大的模樣 招財力 以及每日一股力 這兩本是財經領域的日曆 提供滿滿的財經知識 和商業投資訊息 3D紙雕地球日曆 精密雷雕技術 展現各大洲的真實地貌 每天4億點 一年之後擁有一顆完整地球 以上就是我們今年 澎湃的日曆總會巡禮啦 今年是更順利以往的豐富 更順利以往的吸睛啦 不曉得各位 有沒有選好哪一款日曆 來陪您度過2023年呢 希望今天的影片 能夠帶給大家很多的購物禮感 我們下次見啦 登登 Bye YouTube